距离美国大选还有8天,美国国会参议院昨晚投票通过了由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巴雷特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共和党除一名参议员反对外,其余全部赞成,民主党则全票反对。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目批共和党强推任命透支了民众的信任。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白宫玫瑰园为巴雷特举行就职仪式。 一个月前同样的地点为巴雷特举办的大法官提名仪式,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事件。 为了防止事件重演,白宫昨晚首次将社交距离纳入考量范围,与会者被要求佩戴口罩。 在巴雷特填补已故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空缺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保守自由两派比例变为6比3。